诈骗被害人接到电话 按照指示操作ATM汇出款项 车手马上出现将赃款领取一空 过程全都被监视器给拍了下来 严官将近 警方提醒民众多加留意诈骗行为 因为就连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儿子 在网路购买书籍时也不幸碰上 短短一小时内就汇款7次 损失金额高达15万元 透过ATM解除分析付款的方式 那最后就是被诈骗这样子 同声说也认为说其实 每一位市民或是他的家人 都遇到这样的一个诈骗个案 所以就一个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国家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要更激进的作为 但安警分局获报 立刻成立专案小组 前往台中逮捕两名涉案车手 并扩大溯源侦办 像这样利用民众各资外泄 甲克福真诈财的诈骗老梗 风行多年 但警方受理数量跟金额 却不断增加 警方强调各电商业者对于网络交易 除了应该加强资安防护 也同时要标明客服专线 跟时间供民众咨询查证 否则民众如果因为 电商交易平台各资外泄而受骗 电商业者将需负起 损害赔偿责任 另外消费者使用的各平台账号 密码尽量不要太简单 也要定时更换 以免容易遭破解 成为骇客眼中的肥羊 记者顾参用台北采访莫道